黃毓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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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務局局長 黃毓民議員 法定要求 公聯會 還有一個替身民建聯 我看他們今天投什麼票 各位 對於方剛議員的修訂案,我們當然反對 我和陳茂波是藍言北切 他說方剛刪除了集體談判權在動議上 他都不會支持他 即是沒有一個你會支持 所以 你是赤裸裸告訴大家 你是資本家的代言人 還是那些無良資本家 最不堪的資本家的代言人 我要強烈譴責你 至於韋明這個動議 他裏面所提出的七點,我們全部都照單傳授 當然,我們沒有提收政案 但我們的訴求亦都很清楚 昨天我們社民連三個 是否很不容易才有機會 最後一批見這個財政司司長 原本是去年年底的了 這個司長當然是見過那些哥哥 那些大黨 我們這些反對派之中最激烈的 最好你就收工 不見了,節省一點 2月15日就發表了 我們現在 一個禮拜多之前去見他 他怎會接納你的建議 說說說不對 哪有時間 我們的訴求很清楚 剛才長保都說了 之前梁耀忠他們也說過 六千元速報,不要兩頭望 張局長 去年財政司的報告是很白癡的 提出對那些低收入的 強積金有供強積金的那些僱員 就注資六千元 然後六十五歲才可以拿 哥哥仔,你今年多少歲 如果你二十五歲開始供強積金 四十年後才拿 我現在吊頸等著繩子 對不對 當年 你說注資進去 那個時候還沒有金融海嘯 大家都脆脆地 都覺得很灰狹 我們這個強積金 是一個最壞的制度 又不可以隨時拿錢的 任那些基金融在這裏沒有的 低風險就變了高風險的 現在渣都沒有了 有些人跟我計數 昨天才在街邊有一個人跟我講 他說我計過那條數 上次十四萬多 他只剩下十一萬多而已 不斷縮水 所以我們就跟財爺說 不要說那麼多東西 六千元 以出之物 你已經是準備注資 入這些強積金戶口 這六千元 麻煩你速放 折演 對不對 又不影響你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的開支 你是以出之物 我要你立即幫這六千元 然後可以幫到那些打工仔 解決它言微之急 起碼社會氣氛都好些 起碼政府民望都沒有那麼低 我憶你而已 你不給這六千元 我們一定潑人上街七月一號 我可以向兩項擔保 七月一號今年遊行的人數 一定 是在零五年之後最多人的 我現在告訴你 我夠膽向你保證 而且我會聲嘻力揭 在學校 在我網台裏面 天天叫人上街 我現在告訴你 跟你玩鋪勁的 你不見棺材就不流眼淚 你只會試試試試試看 你會試試試看 你也可以看 你會見盡 不要緊 我會覺得你不是 那架 我會看 我會看 你會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